欢迎来到王一博粉丝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街舞充满笑点跟泪点 大老师惊喜现身 王一博藏不住的开心 去年天天向上分开后 多少人都意想不到 天天兄弟就这么分开了 直到跨年演唱会的合体 每一次的互动都让人泪目跟感动 大老师跟王一博的感情不必多问 每次提及彼此都是太多的温馨画面 好多次在节目中 大老师总会用哭来形容王一博 对他的赞赏一于言表 这次没想到王一博竟然真的把大老师邀请来了 这就是街舞的舞台 果然是让我们充满了期待 不同于其他的节目 王一博在这就是街舞中 不仅证明了街舞实力 还把街舞的文化跟精神传递了出来 宣传了街舞 把自己最大的热度跟流量都奉献给了街舞 这次为了祝然街舞 更是拉来了自己的好兄弟大老师 此刻我们不仅想给守王一博 还有为这次的合体感动一下 大老师在综艺节目上的效果从来都超级有梗 他是一个喜欢用犀利的语言演示内心情感的人 对于兄弟的感情总会用幽默风趣的话术表达出来 这次合体通过预告内容 我们看到了王一博藏在心里的开心 看着大老师出场 他用特殊的介绍方式 自己的搭档 同时呢 两人拥抱的画面 看起来有点温馨跟小激动 王一博不喜欢表达内心 但是在看到大老师来走过来的时候 他掩饰不住的开心 通过预告片 我们看到了王一博久违的大笑画面 仰着头 笑出大额声 这个场景在天天向上中见过 没想到这次在街舞的舞台上 这也许就是兄弟感情吧 这次的王一博笑容频频 各种各样的笑 带着可爱的 带着妩媚的 还有使坏作妖的等等 真是表情包疯狂输出 终究还是那句话 兄弟来了他的主场地 内心的开心 脸上的表情藏不住了 这次的联欢会 欢声笑语不断 大老师这次的加入无疑是助然 金句频出是必然 节目中 大老师说 已经通过王一博看街舞 提及街舞应该是感叹号 这次看完后 疑惑地说了一句 这就是街舞 变成了问号 难道是王一博没有介绍全面 还是大老师看节目没想到 会如此搞笑吧 这个不能怪王一博案例有误 因为王一博本身挺搞笑的 只是他从来不自知而已 一直觉得自己是个酷盖 实际上他的种种表现真的很搞笑 上次被Q卡的出场吓到后 貌似产生了后遗症 往后看舞者表演 不自觉地从座椅上下来 感觉不合适又回到了位置上 之后不自觉地把脚抬了起来 后期直接盘起腿来 整个画面也是相当搞笑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